這個複製貼到這邊來,它就變虛線 如果你要什麼什麼,這邊有什麼 雙線,就把這個複製貼過來,就會有了 所以不用死背了,裡面都有 自己找一下就OK了 或者在那個雲端上面,我有幫各位再貼上了 因為這個也是從說明檔貼過去的 怕各位找不到 你要記住一個 重要的按鍵 這邊按下去F1 就有了 OK,這邊就有相關數,你就連結一下 這邊就OK了 再來的話就是顏色 顏色我講過這個地方,就RGB 另外的話,那個框線的粗細 你這邊就有個叫WATCH 它的一個參數 我按F1,一樣 這邊會有一個它的尺 同樣你可以把它點擊 它有一個什麼,最細的 適中的 細線 然後 這個就是出線 最寬的 還有一個細線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要最粗的 你就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參數 放到這邊來 那如果你要適中的 就把這個複製 貼到這邊來 OK 所以其實那個 除細部分的話呢 可以從這邊去找到答案 最後的話就是清除框線 所以 框線的設定 大概這些我想 在你工作上面 就應該 很足夠了 接下來就是你怎麼樣去 把這些 放到 你要的範例 比如說像 剛剛的99乘法表 可不可以加框線 可以啊 你可以試試看 加一個框線 或者剛剛的那個定存 也可以加一個框線 他可不可以加一個底色 可以啦 反正這裡面可以做很多的變化 格式部分 我想這些 對於工作上 都很 很有幫助 OK 好 這部分 是剛剛講的 宴會牌桌的 VBA 這個 這個範例 這是同學提供的 所以以後 如果各位有一些 類似的想法 你可以先實作看看 然後 最好 我建議 不要急就髒 一定要想一想 你到底要做什麼 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要做什麼的時候 你跑來問我 當然我也不知道你要做什麼了 你都不知道你要做什麼 所以我也不可能給你一個很明確的答案 除非說他做完之後 他說 老師我的 框線做不出來 OK 那我可以告訴你框線怎麼做吧 對不對 這是我 沒有問題的 但是有些細節 實在是 太抽 我不知道你到底要什麼的時候 那我也只能給你一個很抽象的答案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盡量你就是去思考 那你的問題 這個是比較好的 他就 到底要做什麼 為什麼要做什麼 最後他不足什麼 他告訴我 很清楚 OK 如果 如果你們有類似的問題 實在是做不出來 沒關係 你可以給我 我可以幫你解決 OK 類似像這樣子 再來的話 我們 再接下來看一下 就是那個 銷貨單這個範例 銷貨單這個範例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一點 就是說 因為剛好我同學遇到一個問題 這銷貨單我先demo給各位看 假如說 每天都有客人打電話來 他要一個 什麼東西 是 急件普通件還是最初件 比如他是普通件 那我就可以給他一個顯示什麼 可以顯示一個 到貨日期 但是呢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 到貨日期會自動產生 可是 上面 看不到 為什麼 因為 被我隱藏起來了 保護起來了 OK 所以 你的公司能不能保護 當然可以 那這個地方 普通件 總共需要 哪一天 從今天算起 五天之後 才能抵達 但是如果說今天 你 禮拜六 禮拜天沒上班的話 那應該就不能算 進去了 所以 如果說你要避開六日的話 到貨日期 如何避開六日 或者是避開什麼 國定假日 國定假日也沒上班啊 那你不能說 你算的時候 是把 今天的日期 再加上普通件五天 你不能 你五天之後 如果是禮拜六 禮拜天 或中間有禮拜六 非上班 日期的話 你就必須把它扣掉 所以第一個問題 如何扣除 然後這個地方 這個好像前面有講過類似的 有一個函數 可以辦得到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如何隱藏公式 第三個呢 下拉清單 以後的話 自動客戶不要用打的 自己點下去 自己帶出其他的 你是 編號幾號告訴我 然後你的那個 你要什麼東西 你編號告訴我 我幫你選一選 你要幾個東西 你要幾個 然後呢 我自動幫你累加 最後我有個金額 最後我有個金額